只要一个网线接到交换机上 然后再这样接回来 就可以导致整个局网崩溃 我们称它为网络广播风暴 但接下来的这一期 我遇到的网络广播风暴 可能比这个复杂的要多 我又是如何在一堆网线中 发现了网络广播风暴 并且顺利解决它的 起初我来到这里 并不知道这里出现了网络广播风暴 他们只和我说网络不好用 倒是一开始 这些监控画面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因为我发现这个芝麻取流异常 会随机运功 这是我没遇到过的 大伙记下这个画面 它现在是芝麻流取流异常 其他的摄像头都是网络不可答的 我话刚说完 那个芝麻流异常又跳了其他的画面 还有监控同时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故障 1号监控显示未知错误 2号监控显示网络不可答 10号监控显示正在检测空前的IP 你说这是怪不怪 这里的WiFi和监控共用一个交换机 他们的WiFi当然也好不到拿去 我手机连接WiFi的时候 一时显示正在连接 好不容易连接上去了 就显示不可上网 因为两个月前 我也来过这里解决他们网络问题 所以我知道录游戏的万一和万二口是连接电信的光猫的 它的烂扇口是接在华山交换机的47号口上的 47号口再把网络分到各个接口上 上面的蓝色线就是通胀这些办公桌的 我这里拔下交换机的47号口给大伙看下 我拔了线 录游戏的烂扇口就灭了 我这么一拔的话 这个交换机就没有任何网络了 我们给它接回去 上面TV交换机的网络 是由华山的48号口提供的 我这里给大伙拔下 48号口灭了 我现在给它接回去 至于这条线 是接在录像机上面的 有意思的是 我刚才的拔插 警察好像又自己恢复了 但是稀看 画面是不动的 估计等会这些画面又都消失了 我看到这些灯产做的厉害 当时我已经大概知道什么原因了 这47号口的网线 是插到录游戏上的 我拔了直接插我电脑上 看见能不能上网 结果网页是可以打开的 那就证明录游戏的网络是正常的 我们把网线再插回华山交换机上 我在用电脑插华山交换机 看见能不能上网 我打开网页 果然和我想了一样 网络到了这个交换机上 就没办法上网了 我尝试拼录游戏 看见能不能给它拼通 很显然 拼也是超时的 那应该是这个网络 出现了网络广播风暴了 至于是哪个交换机 出现了网络广播风暴 我只能拔了48号口的线 让两个交换机断开连接线 谁知道我一拔了 就发现 拼没有延迟了 监控也开始陆续回复正常了 电脑也可以正常打开网页了 我再插回去的时候 拼又开始超时 监控画面也全部卡住 不一会画面就全部丢失 如果我再把它拔了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那就这两个交换机 已经有网线机在一起了 但奇怪的是 我排查了半天 确实找不到环路的线来 蓝色线都是通向各个办公桌的 能导致环路的只有这些灰色线了 但这些灰色线也被我排除了 这条线是接路由器上的 这条是接路上机的 这条是连接两个交换机的 那只有一个可能 在其他地方肯定还有个交换机 但是我和客户说了半天 他们不承认有交换机 这是我和客户部分的聊天内容 你这个不是过热 你这个的话是环路 应该是在那边环路 你看见没有 现在它是不正常了 我现在拔这条线了 这条线环路了 看见没有 正常了 我拔了这条线 正常了 那条线是什么线吗 这两个交换机相连的线 是那边的问题 所以 哪边 应该是你们新的办公室 看见没有 现在的话它慢慢恢复了 这里有交换机吗 有这种交换机吗 我没有啊 会不会是 是不是跟IP有冲突啊 跟IP冲突没关系 你这个属于环路了 这没有 你其他地方肯定有交换机 我们四楼哪有交换机啊 这条线是接这个交换机上的 这两个交换机有通讯 但是其他地方也这么接了 所以就导致两条线短接在一起 它就环路 所以我这么一接的话 这么一接的话 你看了 现在还正常了 断了 看见没有 断了 也有可能你们那边绝对还有交换机 那可能带人机上面有交换机 那就对了 你带我去咯 你带我去 你有可能 你带我去咯 对对对 那就是了 那就是那里的 错不了 所以那边也不去 也是巨大的 巨大的 那就是那里了 错不了了 你带我去 最后我一路坚持 他们才带我去其他办公区看一下 我在一个不吸引的房间里面 果然找到了一个交换机 根据我的经验 想必里面有两条线接到了机房 才导致导致 才导致网络拨风暴的出现 至于怎么找到这两条线 我让他们留个人在这里 等我电话 我回到了主机房 打电话给他 让他拔下电 我只要注意看哪个灯灭了 结果三号灯灭了 那么三号灯就是通降那边的交换机 另外一条线是接到华山交换机上了 这样的环路反而更难让别人发现 好了 我找到了这两条线 一条接回去 一条收起来 他们的监控和网络又回味了正常 其实一开始 我的机房拔了这条线 我的任务就结束了 但是我为什么非要找到那边的交换机拔线 因为这样接的话 华山的交换机要把网络传到那边交换机 再有那边的交换机 再把网络传到这个TV的交换机上 这样网络不稳定不说 不拔了排休的话 很不利于以后的人维修罢了 这赚的外快还没开始花了 包主公就发了消息说 我修的监控又坏了 没理由啊 小胡我当时花了那么大的精力 整改他们的监控线路 怎么可能才过了几天就坏了 此时他是有什么误会 没办法 毕竟拿了人家的钱 只能过去看看啥情况了 我上到12楼的时候 包主公还没有到 正好上期我说了反战供电 大伙一直都不明白 我把这些杂物搬开给大伙看一下 大伙看见没有 这零线和火线 是接在这个插头上的 然后再接在这个插座上 这个插头就是反战供电 为了更直观点 我把全部的插头都拔了 大伙看见没有 就是这个插头供的电 这个隐患肯定要解决了 但是小胡我现在可不敢拔了 拔出来 我怕拔了 一不小心就把我给送走了 所以我要找到它的种杂来行 我看它的电线是通向楼下的 我下楼看看它的种杂到底在哪里 来到了11楼我发现 这条电线又是从楼下传下来的 于是我又下了10楼 来到了10楼 我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居然发现 网线居然带220伏的电 这种解法 是要随机送走哪个倒霉蛋啊 这样可不行 我等会得和房东说一下 然后这电线也是从楼下传上来的 于是我又下了楼 发现这里也是网线接220伏电 得了 估计楼下的也都这样了 我就让一路追踪 直到追踪到一楼 才找到这个电闸 我把它打下来 上到了12楼 等会 我把事情 我得插个设备 试试 如果还有电呢 还得了 插上去设备不亮 果然没电了 那大伙准备好啊 小胡我准备拔了 让大伙看看 什么叫做反向 go 我擦 这这这这 这什么情况 大哥 你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怎么和我想都不一样啊 搞得我怕你半天了 而且还从12楼 跑到1楼 给你拉电闸 不是小胡我想 忽悠大伙 我可是插牌都买了过来 打仗换上去的 毕竟这样看他 也太像反正控电了 好吧 误会一场 这是我的黑历史 请大伙忘记这个环节 正好包主公也过来了 他一过来就满烟 我修了什么监控 手机也看不到监控了 我只能跟着他 去监控室看看什么情况了 我来到监控室一看 显示器是黑屏状态的 但鼠标和录像机的灯是亮的 我按显示器的电源半天 没有任何反应 开始我一次电源线松了 但是我拔了再接回去 显示器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那我只能拿线接上监控 看看怎么回事了 我拿线接上了录像机 然后再接上我手机 大伙也看到了 监控画面可是好好的 小胡上期这么大的线路整改下来 怎么可能会有问题 只是不偏不巧 他屏幕正好坏了 这个时候小胡我打算美滋滋的 卖一个显示器给他回下本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包主公 居然看上了我这条线 他说现在都是手机看了 显示器摆在这里又没人看 又费电 让我把这个拿给他就行了 完蛋了 找到就不拿这个东西出来了 这条线是我自己用来调试的 怎么可能给他 不过我真心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用的 于是我就把它放在了视频下方 粉丝们 小胡我今晚加不加鸡腿 就看你们了 记忆他的手机看不见监控 是因为他整个牢城都是这种路由器 这种路由器又号称局域网刺客 一个都能扰乱整个网络 可怕的是 他这边有二十几个这样的路由器 就连小胡我看到了这种网络 都要躲得远远的 因为这样的网络布局 你上午修好 下午又断网 只能全部更换设备才能解决 还有刚才看到网线供电这事 我一起和包猪公说了 都要全面改造才行 不然有隐患 包猪公这边也同意了改造 至于改造部分 我打算留在下一期再讲了 如果小胡不更新的 八成是剪错了哪个网线 好了 下一期再见 这几个监控居然能让我租租维修两天 他们现在这么走的 这样走的 还有这样走的 我实在没想到 上个师傅这么狗 留下这么多坑在跑路 这个插牌居然是这样反正供电 要不是小胡我多看一眼 没准真的被他给送走了 这期维修的麻烦程度 搞得我回去看这堆素材 都不知道从何讲起了 接下来就让你们坚持一下 上个师傅究竟埋了多少坑吧 当时我随着包住宫来到了12楼的监控室 我想着修监控嘛 觉得这几个监控花不了我几个小时 我过来之前就几百块钱答应了下来 没想到答应下来后 这下真的把我折腾够呛了 开始我来到录像机跟前 打断看看通道的时候 他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这个画面直接就卡住了 鼠标和画面可以动 但这个界面就被定格住了 录像机也发出沙哑的声音告诉了我 老兄我快不行了 赶紧让我下岗吧 但是他这么一直卡的也不是一回事 我当时只能拔电重启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 拔电重启后 卧槽 全部画面居然都没了 我可啥都没干了 我就拔了个电而已 我一度怀疑 他们之前会不会找了一些师傅 进到这种情况 都没个愿意过来维修 就找到了我这个倒霉蛋吧 当时我在想着要不要跑路的时候 他居然又自己恢复了 既然答应了人家 那只好修咯 我先从这网线开始下手 这条网线是传出监控信号进来的 我顺着网线一路下来发现 它是接在这个交换机上的 我通过看交换机上面的灯 只有四号口和五号口的灯 是正常工作的 四号口的网线是接在录像机上的 其他的网线是干嘛的 我目前还不清楚 至于五号口的网线 很明显它是不止八个监控的信号的 因为整个交换机上 只有它和录像机的线是正常的 我拔了它 再上楼看了一下 八个画面果然全部没了 那这条线就是传出八个监控的主线了 但是它是从哪的呢 我只能用寻静来找了 当时我看线是从那楼下的 于是我打算去十一楼的热电厂 碰碰运气 没想到的是 这线居然是接到十一楼交换机上 当时我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要这么推向下去的话 该不会是十一楼的交换机 又接到十楼交换机上吧 我马上拿起另一来试一下 结果真的是 十一楼又接到了十楼 十楼再接到了九楼 这样一层一层接下去 好家伙 难怪三个人师父会跑路 这种情况只要任何一层交换机出了毛病 金工都得挂呀 最后一路找到了二楼 才找到了这个真正的金工交换机 原来所有的摄像头的线路 都是汇聚到这里的 但由这里统一传到十二楼的主机上的 这个交换机我看了下灯 确实只有八个金工正常 这下搞清楚他们的线路走向 那维修就容易多了 所有的摄像头都是通向这里的 我只要保证他们的线路通了 就可以修好了 但是你真的以为 上一个师父留的坑就这么点吗 维修第一个监控就让我吃了闷亏 我上去用设备对线的时候发现 只有1236的灯亮 按理说他另一端接到PoE交换机上 一号二号的灯 应该是这样亮才对啊 惊艳告诉我 他肯定没有接到二楼的PoE交换机上 但是我还是去了二楼 苦寻一番 找了半圈 确实没有通到这里 我只能回到一楼 好在我能顺的网线 一路跟到这里 发现这里有个交换机 我用设备对了下 那条网线果然是插到这个交换机上的 这就迷之操作了 这交换机不具备PoE功能 你插上去 摄像头它也不会通电啊 我搞不懂它这样接的意义何在 这不是故弄人吗 现在没有通向二楼的PoE交换机 这种情况 小胡我只能被迫帮他们重新来一条线 解决这个箱头问题了 大伙也别揪截我这个不信工艺了 他们的全部的线都这么乱了 我想整齐也难了 咱算是入箱随俗了 就将来一条线到二楼 就修好了这个监控 接下来到第二个箱头了 我用旋径也对了下线 显示网线的三号星断了 那这种最好维修了 这里我补充下一个知识点 网线分八星 其实现在的PoE设备 只要一二三六星 就可以通电使用了 我这里三号星断了 那么我用其他正常网线的位置 和它换一下就行了 但是我没想到上个师傅这么狗 我到现在发现 它打到水晶头 居然毫无规律可循 这明显是坑下一个倒霉蛋 做准备的 更狗血的是 因为网线质量做的太差 我即使调换了位置 摄像头也无法正常供电 这趟真的就亏到姥姥家了 能怎么办 我又被迫重新帮他们拉了一条线 到了第三个摄像头就更厉害了 居然是模拟摄像头 我太难了 趴着安装这个像头的时候 小胡我还在读小学呢 这个真的没有任何维修意义了 这种只能换新的像头了 得了过来维修监控 变成帮安安装监控 你说我亏不亏 至于后面剩余的像头 别提了 我用设备测试 都是网线不同程度的断型导致的 因为当初那个师傅的网线是这样从楼上垂下来的 这样日菜旅林能不坏吗 这可是我的底线了 虽说维修便安装有点亏 但是答应了人家 我们就要把吃给他做好 我可不能像那师傅那样把线抛下去 我所有的网线一律走了室内 为了避免监控和录像机跳了那么多层交换机 我也从12楼拉了一条网线直接到2楼的PO交换机站 这样的话 监控不知道比先前串联的线路稳定了多少倍 可以了 好了 待会说我这期亏了多少